先回来讲讲其他消息 四级巨峰伊恩以接近五级的强盗 登陆美国弗罗里达州西南沿岸 有强风和风暴潮 并且在部分地区引致严重的水浸 伊恩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的下午 在马尔斯堡市附近登陆 时速持续风速 这个比越南更大 它持续风速是超过每小时 240公里 是持续风速 这个数字很夸张 美国当局公布的卫星云图 显示伊恩在墨西哥湾上空加强 风眼周边的闪电持续不断 佛州政府警告 伊恩途径的地区 未来几天的情况会很恶劣 呼吁民众做好准备 有网友说 Wing 痴央说要多喝点拉拉 可能对老母好 沒辦法的,我是不喝拉的 所以這個腦霧是比較難的 其實我現在改了我的工作方法 很多時候看完東西,我會把他抹下來 以前我是憑腦記的 但現在我都沒辦法 現在唯有改變自己的工作方式 因為沒辦法,跟以前不同了 中了新冠之後是很麻煩的 都跟大家說一聲 如果沒中過的芒幼 盡量還是不要中的 我是很明顯是有差別的 青山和麻醉員有恭喜美國 這個不能恭喜,這個天災的話 坦白說,現在是很麻煩的 在佛州那裡有三個院,最多人口 就是邁亞蜜的戴德、布魯玉德和棕櫚灘 風勢明顯增強 邁亞蜜戴德和布魯玉德當局已經宣佈 學校圖書館公園,星期三和星期四就關閉了 不過,現在又是有些人不怕死 當然是,在密密的南灘區那裡 有當地人和旅客不理風暴警告 就在岸邊灌浪 每個地方都是這樣,有些人是很誇張的 雖然被正面追襲的就是佛州西岸一帶 但依因是有機會在移動老徑意外的地區 包括中部和東部大部分地區引發龍捲風 氣象部門已經發出警告了 這個巨風也是會很嚴重的 因為今年特別熱其實是有關的 特別熱的時候,颱風或颱風聚到的能量就越多 所以這個世界都是... 全球暖化,你真的不要說沒有影響 這個影響其實真的很大 另外,也是美國的消息 扎蓮斯基當然很開心 美國就向烏克蘭提供了 價值11億美元的新一批軍援和物資 又是送了一些新的 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和配套彈藥 無人機反制系統雷達和裝甲車輛 白宮發言人說 烏克蘭境內俄羅斯吞併區 舉行的所謂公投不合法 是一條無法理基礎,美國是不會承認的 又說根據美方獲得的訊息 所謂公投在過程中的各方面 都是由克里姆林宮事先策劃和精心安排 華盛頓會在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層面反對 俄羅斯吞併別國土地 強調不論俄方再出任何聲稱 有關地區仍然屬於烏克蘭的領土 是不會承認的 當然現在希望他們坐下談和談 其實就沒有機會了 我已經由上算樂觀變得很悲觀 就算中國滑船也好 他們已經沒有可能坐下和解了 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就沒有辦法和解 沒有辦法和解要打多久呢? 沒有人能猜得到 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 這些環境可能變成常態化 如果是在西方國家居住的蜂友 尤其是在歐洲居住的蜂友 你預計通脹是常態化的 沒有辦法的 其實很坦白說 如果你有80年代、90年代的記憶的人 都會記得有通脹 沒有通脹是近這十幾年的事 是近這十幾年、二十年左右的事 沒有通脹 其實八、九十年代一直都有通脹 是2000年以後 中國加入世貿 其實最主要就是 工廠產出的產品 它沒有什麼加價 這就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 那 產品沒有什麼加價 其實就做了一件事 就是人的工資也沒有什麼加價 但是 經濟其實是有增長的 整體的經濟有增長 尤其是中國和美國兩個國家都是 經濟有增長 但是經濟增長的成果 在美國就沒有分給社會不同階層的人 最上層的人就全部拿了 中國好些 中國就是經濟增長的成果 你說分配公不公道 不是十分公道 尤其是2000年初的時候 不是十分公道 但是現在內地越做越公道 還有現在習主席說的 共同富裕 當然我覺得是好事 如果你用很現實的眼光去看 你沒有什麼理想的人 就會覺得這些東西一定不行 就是你共同富裕 一定不行 你叫一些有錢人 要分些錢 先父帶動後父 這樣肯不肯做 其實先父帶動後父 從來都是 先父的人不肯做的 在內地 所以才需要用一個政策層面 去壓下那些人 先父帶動後父 這是我的看法 現在是否向好的方向走 我認為是 但是有些人當然覺得不是 這是視乎你 從什麼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我都要說 有些人的角度就是很現實 當然就是錢只要流向錢 我也知道錢是會流向錢 但是國家是有一個力量 可以做財富的二次分配 或者可以做一些政策 去令社會公道一點 如果社會可以公道一點的話 其實是很多的 深水埗賭棍說人性不可壞 情況就是 其實在西方都有社會主義 是比較多一些國家 為什麼那些地方可以做得到 差不多是 當然他們不是說沒有窮人 他們也是有窮人 但是為什麼可以做到 比較公平一點的事情出來 這個是大家有一個共識就可以 大家有一個共識 是社會要公平一點 大家有一個共識 是要先父帶動後父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認為 當然 現在 難一點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 有些人當然是很反對 習主席推出共同富裕的 情況不是很妥的 好了 現在還有一個消息 在海馬斯那裡說完了 我看到頓獵慈克和勞金斯克那裡 那些親俄的領導人 他們現在公投員 他們就進去莫斯科 完成了那個入俄手續 這件事 其實現在令到 我的理解 就是中亞的地方 和高加索地方 有些政府都很緊張 因為現在 情況是這樣的 當然之前我們有一次目頭說到 有些人離開了俄羅斯 走了去 格魯吉亞 也有些人離開了 哈薩克斯坦 有人說 那個人數有水分 其實是沒有水分的 我告訴大家 我們告訴大家 那個數字 就肯定最少都有那個數字 為什麼呢 我們說那個數字 譬如去哈薩克斯坦 之前我們告訴大家 有九萬個俄羅斯人 這個是根據 哈薩克斯坦說的數字 托卡耶夫這個總統 他沒有必要說謊 他是沒有必要說謊 我說 他要騙一些國民 要煽動恐嚇情緒 他不用 哈薩克斯坦 本身已經有 百分之十幾的俄裔人 在這裡 其實一直都是 有點害怕 這個俄裔人 就變了去話事 其實就 現在當然 這個格魯吉亞 其實每天都有一萬 這個數字 是格魯吉亞方面公佈的 格魯吉亞還公佈了一件事 之前我們說過 早幾天 每天都是五千人 每天都是 其實你計算一下 其實可以計算 現在它有些衛星的視頻 或者衛星圖片 不是衛星視頻 是衛星圖片 還有一些航拍機的視頻 應該這樣說 航拍機的視頻 你可以大概數到多少輛車 而一輛車裡面 不是只有一個人 你要知道 很多人是一家人一起走 所以 你說有一萬人信不過 其實如果一輛車有三個人 有一萬人 絕對信得過 我告訴大家 絕對信得過 現在的情況就是 烏克蘭那裏 頓獵茨克 勞金斯克 還有習波羅爾 還有克爾松 他們的領導人 很快就會完成入俄手足 他們會入俄 很快的 俄羅斯的聯邦委員會 下個月四日就會審議 並且通過決議 其實一定通過亞 他們不會不通過 他們預料會通過 這個操作 跟之前在克里米亞一樣 克里米亞也是這樣的 他們通過了公投 跟著 根本就是 去到莫斯科那裏 隨便吸引就行了 他就讓他入俄 其實就是 那當然 是不是好事 我也不敢說 蒙古也有大量俄羅斯人進去了 但是有多少人是不知道 這個蒙古方面沒有公佈 芬蘭方面 他也沒有公佈一個實的數 我們只是說了 有公佈實數的兩個國家 之前在克里米亞 其實已經在害怕了 當有這麼多俄羅斯人 聚了在克里米亞 隨時普京都可以說 要保護俄羅斯人 又再出兵 其實克里米亞為何如此 因為他們真的跟俄羅斯打過仗 還沒有了一大塊的地方 這個大件事 回來再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挪威 北溪洩漏天然氣的事故嚴重 挪威方面 他就說加強防備 以及做多些安全措施 挪威就懷疑 北溪管道洩漏天然氣 就是有人故意作出的行為 現在究竟會不會怎樣維修 其實是沒有訊息傳出來的 現在是沒有訊息說的 所以現在當然是麻煩的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協議 就在社交專業說 針對北溪管道的破壞行為 似乎是為了進一步破壞對歐盟的能源供應 肖市者就會被追究全部責任 並且付出代價 他們現在有個說法 就是 為什麼他們認為俄羅斯做 因為這個北溪2號 其實就變成用來做一個儲器的基建 它沒有運輸器 但是它有儲器在裡面 俄羅斯做這件事的誘因 就是要令到歐洲能源供應再出現問題 我的看法可能性是低一點的 我到現在的看法沒有改變的 不過再講一個不同的看法給大家聽 當然不是我的看法 有一些人的看法就是 當然是講得名就是俄羅斯 我的看法就是覺得俄羅斯 他做的機會是低於三成的 我的理解就是 因為北溪那邊說不公氣 也不公氣的 其實他沒有必要搞這樣的事情 沒理由連傳氣都不讓人傳 不過我這樣講 就有人駁斥過我了 就說 他們真的可以不讓歐洲儲器在管道裡 歐洲大件事 問題就是 歐洲沒有天然氣用 那他做什麼呢 他當然可以用其他的能源 像燒煤那些 現在燒煤就難一點了 因為有些燒煤的發電站 是沒有辦法即時開出來用的 沒有辦法即時開出來用 那怎麼辦呢 現在就是叫人節省點電 但有些地方他們沒有電的話 是嚴重影響工業生產的 所以這件事是很麻煩的 那美國方面 他們呢 就會維護歐洲的能源安全 那 美國 能不能夠做到 我很懷疑 那 美國也有出聲說 涉嫌 北溪天然氣管道 有人蓄意破壞 美國現在也有說 最初美國是沒有說 美國說不知道 現在美國也說有人破壞 那當然美國國家安全顧密沙利文 就會說 只能維護歐洲的能源安全 那怎麼維護呢 那 這就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為這個北溪2號 其實它沒有在俄羅斯出氣去德國的 之後德國就拿了北溪2號的一部分 做了儲氣 另外就是接收液化天然氣的 接收液化天然氣的 它有一個站 它那個站 其實 我不知道它在哪裏 其實 它們就說它們有方法這樣做 那 估計其實那個站 根本就不在德國 不過 就把那些氣在荷蘭 我猜的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在荷蘭才有大量接收液化天然氣的終端 就在荷蘭那裏收了那些天然氣回來 然後就經過管道 就打回去北溪2號那裏 就處氣 那 具體的操作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報道就有些是這樣說 我是憑記憶說 當然現在你說 這傢伙有老母的 可能記錯 那都可能是這樣 那 但是 你說俄羅斯炸 那 我到現在都是覺得三成左右 這個可能性 不會超過三成 那當然 俄羅斯駐聯合國的副代表就說 安理會就會緊急開會討論 北溪所受的破壞 那 俄羅斯他就計劃召開安理會會議 所以你說會不會是賊喊觸賊 我又覺得可能性又是低的 其實就是 如果你說俄羅斯 他涉嫌參與北溪事故的論述 這個克里姆林公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就說 是愚蠢和荒謬的 那麼 兩條管線都充滿昂貴的天然氣 事故對俄方來說 後果也是非常嚴重 其實有個後果對俄羅斯來說 是嚴重過對歐洲的 因為俄羅斯現在 他們都是要天然氣的收入 他們不是說停工就停工 他們 其實他們也是在收緊錢的 現實就是 佩斯科夫又說 當募資急就是調查 確定是否之前發生爆炸 要等丹麥和瑞典提供的資料 因為兩國有大量的監測設備 理應可以確保 沒有人可以輕易接觸管道 他強調俄方堅持 給北溪管道的營運方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即是Gasprom 參與事故的調查 佩斯科夫說 美國的液化天然氣供應商的產品 銷量倍增 並且獲得巨大利潤 繼續獲得超額利潤 對美國有利 而俄方無法獲益 俄方已經失去了天然氣供應路線 他認為北溪事故有損 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和整個歐洲的利益 德國和歐洲處境艱難 擺脫困境 需要各方對話和協作 分析事態並以評估損失 但是到目前為止 就缺乏對話 那究竟哪一方呢 當然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有人說壞事先入俄羅斯 沒有辦法 這個世界是這樣 這個是沒有辦法 好了 美股也說了反彈 道指收市是29683點 升了548點 差不多升了2% 另外 納斯塔指數是11051點 升了222點 又是升了2% 因為美國國債的支息率回落了 標準普爾500指數是3171點 升了71點 指數是7個交易日列 首次上升 其實除了標準普爾之外 道指也是 能源通訊股份升得比較多 蘋果跌少少 有報導說新iPhone的需求未及預期 Apple就放棄了今年增產的計劃 究竟是不是呢 我覺得有些模特兒 即是新iPhone14 他們的需求是很大的 即是Pro Max和Pro 需求是很大的 但是他們之前搞出來的iPhone14 Plus 那些沒有人買的 我相信 有些人說不買 那些人是買的 我覺得低端的東西 不會買蘋果的 現在這些人是 這是我操錢的看法 當然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現在佛州的風暴 現在看到的情況 就是 星期三、星期四 超過3500個航班取消 供電設施在風暴 也受損停電 超過100萬的居民和商戶受影響 美國方面 他們的官員說 要搞定了風暴 走了 才可以搶收 另外還有一批 非法移民 就失蹤 他們坐的船 就在風暴沉沒 這個 Coast Guard 就在守舊 很坦白說 現在這樣搞 也是很可憐 這是苦笑 不是看到別人這麼慘 都要笑 好了 還有就是 歐洲的股市又升了一些 這個又是 倫敦那裡升了20點 暴報7,05點 巴黎Cat指數 就 5,765點 升了11點 其實就升很少 那 法蘭克福dex指數 12,183點 升了43點 這個也是升很少 不要緊 沒有辦法 現在情況不太樂觀 港股跌得很厲害 有個可能是好消息 就是港股的ADR 就比香港的收市價升了一點 現在有些朋友 跟我說是時候入市 我相信現在都可以入市 因為有些東西跌得太過分了 我覺得港股是 現在是一個入市的機會 我也同意我的朋友的看法 好了 講到這裡 其實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中文字幕提供 嘗嘗 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